Let's party 今次就和整群兄弟一起拍 其實整件事很開心 很開心的 尤其是剛才拍我們一起玩 Let's party 那些風狂的鏡頭 完全發揮到我們風狂的本色 今次是我第一次拍麥當勞的廣告 也挺開心的 因為今次和另外11位一起拍 其實真的很久沒試過一起拍 特別是在這個廠 所以大家有很多鏡頭和畫面 都是大家在玩 所以也挺開心的 剛剛一早上來到的時候 拍了很多鏡頭 都是在吃蜜糖蜜炸雞 很香又很好吃 是一個很大的引誘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吃東西 其實我本身很喜歡吃炸雞 所以今天拍的時候也很開心 但是同時也很矛盾的 就是因為最近還在操機 但是今天就覺得是 可以賴是一個工作關係 不管了 就不斷吃 我都吃了很多狗 所以都很滿足 我記得我第一次拍麥當勞的時候 都是自己一個的 那個時候是我和麥當勞 第一次合作 拍麥當勞的時候很開心的 因為知道現場有很多好東西吃 而且是無限量供應的 但是那個時候就覺得一個人吃 怎麼都是沒有那種氣氛 所以就一直在想 其實比起我自己一個 更加想和MIRROR一起拍 真的是一個氣氛 就可以令到那樣東西吃更加好吃 很開心你們可以 挑殺我們這麼多人 剛才有一幕很難忘的就是 我們坐在桌子裡 大家好像在這裡 吃雞 其實這件事對我來說很窩心 我們其實很久做事來講 都沒有試過靜靜地坐下來吃一頓飯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令到我們可以溫馨一下 聚集一下 另外我也很開心可以在這個廠裡拍攝 因為我們《全民造星》的一個時候 我們正正在這間廠裡拍攝 那不同就是有多了他們12個人 然後之前是認識他們的 但是就不太熟 然後現在12個MIRROR的成員 加在一起的時候 再是一起做事 一起吃東西 那個感覺是特別開心 都挺感觸的 就是有想起以前比賽那時候的moment 這裡的環境 就是當初我們全天留在這裡 然後吃飯的時候 又是走出去大家聊天 休息一下 那時候參賽是完全不同的 那也是回憶湧現的 是挺開心的 沖湖 剛剛我們大家各自吃飯的時候 都討論 以前在這個位置我們又在這裡等 然後誰誰輸了淘汰 入淘汰區在哪個位置哭 大家回到那個位置裝 一回來見到那個化妝間 見到那個廁所 立刻奪回很多 那時候的回憶 那時候的感覺 就是覺得原來三年前的自己 在這裡做這件事 應該沒有想過三年後的自己 在這裡拍一個廣告 那所以 那感覺都很神奇 其實這個感觸都很大的 因為我們在這裡都經歷了很多開心 有很多難過的時候 所以其實都是很興奮 就是到我們出道以前都在這裡 到我們出道了幾年都 好像有一點點成績 去到這裡 好像每一步每一步都在向上 一進去 因為我比較遲來 就看到其他那麼多的兄弟 在我更衣室裡 瞬間勾起了那個回憶 都是一點都沒變 很幸運 我們到現在都還是在一起 是同一間更衣室 然後一直工作到現在 所以很感恩我們可以有這個機會 這是一個緣分來的 Yeah! Let's party!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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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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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